黃媽媽情緒潰堤 哭倒在地 姐姐在旁邊幫忙搗扶 黃媽媽懷疑兒子在營區 受到霸凌才會輕生 檢方卻對包含陳姓副旅長 在內的十名官士兵 以罪證不足不起訴真傑 拿著兒子的遺照黃媽媽 激動地提出諸多不合理處 包含手機從兒子死亡那天起 就被收走 保管 軍中電腦卻說不能開 不能解碼 我們前一天還在偷破 對話記錄中 兒子明確表示 軍中的事情沒有得到緩和 但針對家屬的質疑 檢方認定死因是輕生 無法認定有遭到淋虐致死 像是死者的手機 以及使用的電腦 檢方都有送請相關的單位做鑑定 檢方表示偵查辦案完全沒有 預設立場 全憑證據說話 家屬如果又不服 可以再尋求管道救濟 記者